SUV是全球都非常畅销车型啊 我国也是不例外啊 所以现在你出门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SUV的 甚至有可能你自己都是SUV的车主 所以今天我们就直奔主题 讲一下SUV的Taya的这个尺寸 还有轮胎款式的推荐 一般上我们比较常见的SUV啊 都是B segment还有C segment啊 还有一个就是7-seater SUV 就像那种CX-8啊CX-9啊 Santa Fe这种啊 然后B segment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HRV C segment A70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B segment到C segment 到这个7-seater SUV啊 他们的轮胎的尺寸 都是从17寸到19寸之间啊 所以今天我们就 针对这三个尺寸的这个轮胎 来看一下有什么比较好介绍啊 这样子一样啊 我们也是分成Eco Daya跟Performance Daya 毕竟SUV也是有Performance 就性能好一点的Daya嘛 这样子 17寸到19寸的这个SUV Daya 在Eco这方面 你们可以看旁边这一个表 呃有9种轮胎款式可以给你去选啊 其中有一款比较值得提的是这个Goodyear 这个Efficient Grip啊 这个是啊 是属于比较在这个Performance 还有Eco中间的 就是它会有一点Performance啊 然后另外本身我用过这个Daya Open Country啊 其实是不错很好用的 尤其是它排水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 再来Quanty的这个Quanty Cross 我也是有用过 然后 Overall也是很好用的很软 Quanty的Daya就是很舒服的 还有就是啊这个Toyo CF2 SUV的这个Daya 其实它的SUV的这个版本我是没有用过 但它其实这个CF2啊 它是有SUV跟普通就是那种我们Sedan Hatchback用的Size的 那一个啊 给Sedan Hatchback用的Size的我有用过 它很安静很舒服很软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在意这种舒服啊 安静啊 你可以考虑一下Toyo CF2 SUV 接下来我这边就列一个价钱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Daya的价钱啊 你可以看到17寸18寸9寸的差价其实是蛮大一下 17寸就是350到600块左右啦 还算是OK的 18寸就开始贵了啊 从这个500到700 800之间 19寸就够利咯 从700多到800多块 再用好一点的900整千块的有可能 所以就代表吗 我很羡慕X70的车主够有钱 尤其是Premium的19寸换一次Taya整千块 它换一条啊 可能有换四条玩玩啊 你以为 这样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performanceTaya 就是新人胎 这边也是列一个列表给你们看一下 比较推荐使用的新人胎 其中一个这个Michelin的Latitude 3啊 我很印象深刻 那时候那个小明啊 他拿那个Mercedes GLC 300 Coupe 带我上远顶吃虾面看星星 那个轮胎的坐地力是真的好 不愧是一个性能很高的轮胎 真的是好用 除了这个Michelin Latitude Sport 3啊 还有一个Michelin很给操的就是Pilot Sport 4 SUV 这个PS4不用讲啊 大家都知道啊 它的坐地力啊 排水啊 整个就是很好的队啊 如果你真的是在意性能的话 另外 PS4 SUV也是一个你值得考虑的Taya之一 同样的 我这边也是列一个价钱表给大家看一下啦 performance 一分钱一分货啦 花多一点钱不是买好一点的performance哦 17寸开始就750到900哦 18寸 18寸800到1,000亿 19寸就够力哦 1,000亿起跳到1,500以上 其实这一些价钱啊 你看17寸就等于那种Eco Taya 19寸了 所以 如果你真的想要热血一点的轮胎啊 你真的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 钱包真的是要够力后 要这样子后 另外啊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啊 就是今天我一辆SUV我想upgrade我的轮胎尺寸啊 还是什么的啊 能不能 其实是可以的 可是我个人比较建议 如果是要升级的话 大就大一寸 宽就宽一寸 意思就是比如今天你的轮胎尺寸是17寸啊 你要upgrade 你可以upgrade到18寸 这个是ok的 然后 宽度 宽一寸的意思就是 你们都知道啊 就是轮胎就是看参数啊 就是225 5517 那个225就是轮胎的宽度嘛 如果是讲 你想要更好的坐地力那些啦 你可以更换去大一寸 就是225变235 这样子哎 你的坐地力会更好 然后舒适性啊 还有稳定性也会更好哦 如果过分的 呃 加大这个尺寸啊 会导致你方向盘变重 然后你的车还很吃油 然后你的车很重 然后你的这个pickup也会变慢了 所以 要大就大一寸 就是最好了 讲完了升级upgrade 我们来讲下downgrade 很多人有时候会很奇怪的就是 嗯 我的车到底能不能downgrade呢 我不想要这样大的size 换胎啊又贵 然后又吃油 pickup又输一点这样 换小一点不是好哦 其实这个问题 是可以的 就比如我们打一个比方啊 Proton H70 新车如果是讲你拿standard 是17寸 executive就18寸哦 Premium又给你19寸哦 是不是 明明是同一粒engine 同一个 车来的 可是又给到你17,18,19 所以如果讲我今天想要Premium aspec啊 我要high proton 我要弄全景天窗 可是我又不要19寸哦 买了新车要换 也是可以的 就是 你问我 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到downgrade downgrade一寸就好 就是19 变18 18 变17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啦 因为小太多其实并不好 小到太多 就比如你19寸 来到你换到16寸 这样就够力了咯 你跑highway都不稳了 因为你跑快 你车大可是你rim小 Taya小 肯定是不稳的嘛 所以小是小一寸就好 这个是我比较推荐的啦 然后另外其实看segment啦 如果是想今天你的SUV是B segment 像HRV这样 其实我觉得 17寸是ok的 因为够美 然后整体的这个setting也是比较好啦 C segment就18寸哦 如果是7-seater SUV 我本身也是比较推荐18寸啦 因为 刚刚好啦 我还是那句话啦 19寸就 车油重一点 然后又吃油一点 跟17-18寸比 肯定吃油一点嘛 换台呀 价钱表我哪有跟你们分享哦 也是贵多 一两百块啊最少 所以 要downgrade没有问题 downgrade一寸是ok的 这样子 为什么 原厂会配19寸呢 其实19寸不是 全部缺点啦 也是有优点的 缺点就像我哪里讲啦 又吃油又没有力 换台呀又比较贵一点 可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它的好处还是不错哦 车会比较稳一点 而且 19寸比较大嘛 大一点看起来不是爽一点哦 是不是 最重要是它稳 就是比如你跑highway啊 一个18寸 或者17寸 跟一个19寸的 Rim比啊 这一个19寸的轮胎比啊 其实你会明显感觉到 19寸会稳一点的 因为它大大一点嘛 所以你跑highway 会比较steady一点点啊 另外很多你也会问啊 其实到底我要选 Eco Tire还是性能 就是performance 较比较好啊 其实给我本身呢 我本身自己的车 也是用着Eco Tire 因为讲真的啊 在市区驾车 塞车更多啦 而且讲真的 performance Tire 是有必要用在内 马力比较大 扭力比较高的车 如果你的车是 比较一个city car的setting啊 其实讲真的Eco Tire很够用啊 有时候热血一下 它也是OK的 中间来讲啊 除了以上我提到的 这些轮胎品牌以外啊 其实还有很多轮胎品牌 是不错用的 就比如Viking啊 GT Radio Safridge啊 这一些等等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用过 可是我没有提到过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给我知道给我出一下水啊 看一下还有什么轮胎 是好用的 顺便给其他reader知道 今天这个影片 就到这里结束啊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什么关于轮胎知识啊 还是想要问什么问题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尽力的跟你们去解答 还有跟你们聊天啊 好啦 如果喜欢这次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我们的频道啊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